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X8轮式装甲车 与我军信义的08式8X8轮式装甲部战车和10式8X8轮式装甲输送车相比起来 其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其搭载了一座飞穿透式的遥控武器站 虽然此次并没有很清晰的关于这个遥控武器站正面画面放出 但从其侧后图中可以看出 其上面至少搭着有一门机关炮 猜测 应该还是30毫米机关炮 而使用的这款飞穿透式的遥控武器站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 这款新型8X8轮式装甲部战车的内部空间 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大 成员的人机工作环境 也随之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此前外貌大巴伦VN1C上搭载的遥控武器站 虽然乍一看这次亮相测试的新型8X8轮式装甲车上面的遥控武器站很像 但是细节上还是有着不同 但不排除质量 这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 我军测试采由遥控武器站的大巴伦有很多 比如图上的这款图片来源于 网络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 其炮塔正面的装甲可见成斜行 且炮塔上面也似乎搭载了一个装备了12.7毫米机枪的遥控武器站 图片来源于 央视官方视频至于另外一款出现在画面中的8X8轮式装甲突击车 那就更有意思了 首先 从该车的炮塔部分可以看出 其炮塔正面从11轮式装甲突击车的小轻脚变为了些型 外星得到了一定的优化 其次 该车虽然同样搭载了一门105毫米线弹炮 但不同于11轮式装甲突击车的那门980是 105毫米线弹炮 该车的新型105毫米线弹炮 取消了炮口制吐气 相信是得益于其应用了更好的火炮反后坐力技术 因此 可以将炮口制吐气取消 由此不仅可以降低火炮开火时产生的炮头冲击波强度 造烟以及阵地延长 也可以大幅度减少火炮的炮身重量 并消除因炮口制吐气带来的对弹完在后效期间飞行的不良作用 故而相对比来说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所使用的105毫米线弹炮的性能 是会优于此前的98M式105毫米线弹炮 加之从曝光的该炮外形来看 基于此前曝光的15式新轻坦所使用的11105毫米线弹炮 或许存在很大的关联 可能为同款 除新型105毫米线弹炮外 这款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的炮台后面 还拥有一个较大的尾舱 其尾舱后部还设置有补弹口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 其使用了尾舱式弹药自动装填系统 故而该车炮台内的成员 也将会由11式轮式装甲突击车的三人减少为两人 减少了一名装填手 由此所带来的好处 一方面可以提高火炮的射速 比如从6发分钟提升到9发分钟左右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将炮塔做得更紧凑 其机也可以得到一定的缩小 从而一定程度上提升炮塔自身的防护能力 另外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 似乎还装备了车掌中式定系统 从而使其拥有了裂尖能力 且该车的车体高度 似乎也得到了一定的较低 这样就可以有利于减少整车的被命中概率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所使用的新型105毫米线躺炮 另外 从该图也可以看到骑车体正面的细节图片来源于央视官方视频实物是新型坦克所使用的腰安一式 105毫米线躺炮 似乎与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上面的105炮是一个东西图片来源于网络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的侧后图 可见其尾舱后部的不弹口 另外 尾舱两侧也被安装上了附加装甲 提升了防护 至于骑车体尾蒙很像是传说中的跳板门图片来源于央视官方视频 而具体的信号 光的这两个轮式装甲车辆的底盘来说 虽然外形上与我这现意的08大巴伦家族的8X8底盘有点神似 但在细节上还是存在一定的不同 特别是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的车体正面及两侧的细节都存在一定的不同 比如前车灯数量和布局方式的 另外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使用的是动力前置布局 而目前的11轮式装甲突击车使用 则是动力后置布局 主 不排除是基于08大巴 轮家族8X8底盘的改进行可能性 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开火瞬间 红旷处以为该车的车角周式定系统图片来源于 央视官方视频从11式的图片来说 其与这次新亮相的新型8X8轮式装甲突击车 在炮塔和车体的差别 实在是大大的不同 最后 应该说的是 此次曝光的两型8X8轮式装甲车辆的技术水平 俨然已经高于了目前我军现役的大巴轮 而根据其已经在陆军寒区测试的这个背景来看 似乎其未来应该会有较大的希望进入我军相关的作战部队 从而成为目前云八大巴轮家族之后 我军新一代大巴轮 更多有趣好玩的军事文章 视频 图片 电影 游戏 关注军务次卫免威胁公众号 传统次卫免威胁公众号 请收拾